未来新能源车的寿命不会超过三年 不对 其实现在大多数新能源车的寿命已经不超过三年了 不信看看两年前特斯拉的竞争车型 什么小鸟PC啊 某来的老ES8老ES6啊 什么梦想万呢 现在在路上还能看到几辆都哪去了 都计划内报废了 什么是计划内报废啊 自己去搜索这个名词吧 同理啊 特斯拉一年前的竞争车型 什么某克001啦 小鸟G6啦 什么L789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在报废的路上了 像什么取高贺寡呀 V什么马呀 连整个品牌都已经报废了 上面说的这些车型啊 一些现在已经官方大降价了 这算是厚道的 不厚道的 官方一毛钱不降 然后各大二手车平台出现一大堆 0.01公里的他们的准新车 这些车企啊 遥遥领先的不是技术 是套路 那为什么现在大部分新能源车不到三年 他就得报废呢 这是一个大格局啊 你我都是局中人 其实这就是整个新能源车行业 在完全复制手机行业的成功经验啊 最早的手机啊 只是完成通话的一个功能 一台诺基亚用了十来年 问题都不大 砸个核桃也不怕 但这么耐用的手机啊 十来年才换 怎么带动行业高速发展 怎么带来就业 怎么发展经济 所以啊 要赋予手机新功能 能上网 能看视频 能打游戏 能当大侠 键盘侠 最后就是手机变成了快销品 两三年换个手机 那都算长的 一年一换手机的人啊 也不在少数 这样整个手机行业规模有多大 养活的企业有多少 带来的就业有多可观 大家都赚钱了 又可以愉快的换手机了啊 多好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现在的新能源车 在走一毛一二的路 像以前一样 一辆车开个十年 经济怎么发展 就业怎么带动 所以要赋予新能源车 作为交通工具以外 其他的属性 那这帮造车新势力 大高彩电冰箱 大沙发 大按摩座椅 根源你就找到了 就连小米最新的发布会啊 都说了 要打造人车家 全新生态 你看方向性多明确 以后车就是家 家就是车 这钢筋混凝土的家 使用寿命七十年 更换周期太爱藏了 吃个轮日的家 精装修教父 踩电冰箱大沙发 大床 有的还带厨房 还能到处跑 长五米宽两米 一共十平方 卖你三十多万 一平米才三万多 精装代价电 多便宜 我停故宫门口 连四合院都不像了 但是啊 使用寿命就三年 三年内会有更先进的 踩电冰箱 大沙发上市 踩电能开个 沙发能按摩 冰箱还能加热 我觉得很多车企的思路 可以再打开一点 往小孩在车里学习写作业方面想一想啊 以后搞个小霸王学习车 步步搞英语复读车 啥的 能学习 能打游戏 一定能火 那些想象力匮乏的车企啊 需要优秀 产品经理的 可以联系我啊 我也可以做个兼职啥的 继续说车啊 然后三年前那些踩电冰箱大沙发 他就不香了 就太落后了 你就得换了 你不想换都不行 电机轴程啊 齿轮轴程啊 那些齿轮啊 这些关键部件啊 磨个十几万公里 他就得报废了 只换不休 要换就得换总长 换个动力总长 换个变速箱总长 都得大十几万 你都不如换车了啊 算法都给你算的死死的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 所以呢 幸亏手机里面啊 还有个苹果 可以用个五年以上 也不卡顿 也不说啥问题 电池也OK啊 幸亏新能源车里 还有个特斯拉 让我能享受到新能源车 所有优势的同时 不用两三年 就必须换车